民进党的九合一败选之后 变换了队形之后重新的出发 兼任了民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 在1号召开首次的终植会 那会中通过了党部组改案 将媒体创意中心 网络社群中心合并为新媒体中心 因应对假讯息入侵的一个挑战 不对此呢 领书粉砖政客爽发文痛批 民进党自己不就是 著名的造谣跟假消息制造的中心吗 过去民进党社群中心主任呢 这个就涉嫌造谣 Mordena AZ BNT 只有通过二期试验后呢 获得紧急授权 结果被网友打脸 事实上都早就取得了 三期的试验结果 现在接任新媒体中心主任的 这个詹赫逊 曾经说郑文餐的论文参考文献 都是在正常合理的范围 结果也被打脸 过去蔡政府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把一切反对的声音 都说是假消息 好 中共统路人 最后他质疑赖清德 所谓的假消息定义到底是什么 谁来判定是真的 谁来判定是假的呢 当然同步也来关心了 副总统赖清德的 接任的民党的党主席 那其民党的智库 新境界文教基金会 也将年前完成了一个改组 由赖清德来担任董事长 邀请何硕集团董事长 这佟孟子贤出任副董事长 只不过在能源预题上头 佟孟子贤以往对于 令人抱持非常悲观的态度 是否会因此改变民进党 非核的政策 也引发外界的关注 那桃园市议员黄金平就说 民进党也变得太厉害了 你怎么会到了这个时候 2023年的才2月1号刚开始 新春一时你就开始路线出现分歧了 然后开始变成大转弯了 我觉得不能双标到这种极点 我认为你如果坚定反核 你就坚定到底 蔡英文政府 苏贞昌政府甚至交接 从赖清德到苏贞昌到陈建仁 你们就是从头到尾始终如一 那怎么会现在演给选民看 还是赖清德也开始 变成不同路线 你好歹当过台南市长 路线可以这样转弯 然后新北市也曾经万里 不是号称万里 那些都是你的故乡吗 然后也是坚定了反核吗 那怎么这个时候 为了选总统开始要变呢 赖清德在当行政院长 大力鼓励 大力的提倡鼓励 提供什么百万的这个能源 百万的这个太阳能 要多少的 然后可以卖电 种电 这不就是你赖清德 当行政院长开始了吗 那你这个时候 又为了要选总统 你还利益还没分不完吗 要开始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你的能源的政策 应该摆在台湾 我们国家到底需要什么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 弃核能如比序 然后完全不要管他 然后因为政治反对到底 我们就是永久 永久不用核能 OK 你如果是这样的 因为你执政 我佩服你 你有种就把它执行彻底 那你不能因为 你开始利益分得差不多了 然后又发现没电了 然后开始又要 找一些下台阶 这让民众会觉得好错乱 所以我觉得政策的调整 不是不可以 但是这关乎到你自己的核心价值 和你的路线 还有你当时在改革的时候 你当时所谓在能源配比 已经在四年前跟八年前 你在产出这些政策 是不是在骗选票 尤其是非核政策 政府去年推出的 数位中介服务法 引发各界踏发 有钳制言论的疑虑 被指示民进党九合一选举 大败战犯之一 现在传出政府 要持续推动中介法吗 NCC副主委兼发言人翁伯宗 表示说数位中介法服务法 去年退回了工作小组 那今年NCC的立法计划 并没有排进来 不过广定三法的修法草案 却已经引发瞩目 党任军条款将重启炉灯 现行一股都不行 是否朝向松绑 备受外界关注